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接受我们的命运 大概就是如此 是在我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当时一位记者 做了一篇长篇的一个报道 虽然是我知道 我曾经在一个抽屉里 看过那个诊断书 但是由于那个时候 这样的信息特别少 所以没有办法去知道 他那个名字 到底是一个 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当时的时候 的确打击非常大 因为你看到 那篇诊断书的时候 毕竟是一个年轻的生命 我肯定就觉得 我是没有未来的 和妹妹是没有未来的 这个未来不是理想上的未来 可以说是 我们生命上没有未来 因为有很多的梦想没有完成 生命的没法继续走下去 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 虽然我们的身体状况 和健康人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生命 是和健康人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是上天的一个杰作 每一生 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昨天提过一个问题 十六七岁 那个时候孩子是处于青春八年期 刚刚有了一个对自我的认识 然后我就会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生我 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世界上 生命为什么要以具体的形式 来承受今天的一切 直到有一天 我们在报刊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 直到有一天我们接到了那么多的读者来信 直到有一天那些读者在信当中 把他们内心最深的疼痛来向我们倾诉的时候 我怎么才知道我们的一个微笑 一句安慰也能给别人带去一些快乐和安慰和满足 然后我们就写了第一本书 是长篇历志文集 生命从明天开始 然后我们又写了第二本书 如果我能赞起了文理和第三本书 救赎的爱 是根据我们开通了十 到现在也就是十八年的《慢慢心灵热线》 整理出了这么一部心灵关怀的文字 然后现在出版了第四本书 永不放弃 是我们北飘母爱的故事 总而言之今时今日 你们俩还能够在舞台上 这么神情镇定地说话 而且能够出书 都来源于一个人 我们的妈妈 对 来我们掌声有请妈妈 我是充满西面的妈妈 我是五一年出生的 老大是这样 老二又是这样 刚刚得知这个病情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样 因为生了男孩之后吧 然后那时候不知道女孩不能走路 因为他们会爬 会爬 能爬 但是她那体型不变 也能坐起来 体型看不出来 那是医学也不发达 就说这孩子缺钙 等到她爸爸去世之后 我领她到沈阳二医院 她属于婴儿性进行性 以随机萎缩症 然后才知道这孩子病 是那个疑难病治不好 所以那个时刻 心情是有些绝望 确实有绝望 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孩子不能走路 一个是这样也就过去了 两个都是这样 是的 是吧